笔直寬敞道路 两旁满满绿色稻田 这里是台东关山 国防部犹豫再次兴建战备跑道 相信无法接受 被上抗议 会坏良田 会坏良田 战备跑道是要停飞机的 500公顷的良田 房屋 所有的所有 都会因为这一条 不一定要使用的战备跑道 而所有都被禁止 县长劳信林指出 战备道盖下去 500公顷良田毁鱼带 要国防部听听地方信声 对于地方反对意见 国防部强调有与地方充分沟通 相关意见也会采纳 但要把战备道再往东移 实在至暗难行 执估作业 我们也配合公路局 已经评估过了 关山战备到东移的部分 评估的结果是不适合 职援战备道无法东移 因为想该让战机起降的战备道 限制可不少 包括长度至少两公里 笔直路段 起伏坡度要小于一度 加上战机起降 至少得承受一百公顿重量 盘点台湾现有战备跑道 包括中立 彰化 明雄 麻豆 仁德 都在国道一号上 除了中立 因五阳高架兴建 已解除编制 其余四条都完成起降验证 此外还有加东战备道 位于台一县平额公路上 也是唯一一条不在国道上的战备道 在中共的无人机 大量的威胁之下 西部的战备道 可能的战略价值 已经急速降低了 那剩下花东最后有个区块 所以剩下平地 大概也剩下官商 跟池上这一带 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了 退仗之间 台海情势有变 东部新建战备道 势在必行 判国防部能与地方相亲 多沟通 在国外与民生取得平衡 三地新闻林海君阳凯安 台北台东综合报道